自称是台湾民政府的车辆 车子前方都悬挂一张自制车牌 上面写着USMG 为美国政府所属 TCG是台湾民政府缩写 这样的车牌在花莲不算少数 甚至有的连监理战的车牌都不悬挂 这个组织20号在花莲成立了一个迦南美郡 因为我们高杂组都没有办公室 我们现在成立一个办公室 我们今天台湾人民存在的是日俗美战的地位 是属于日本天皇 美国仍然占领我们台湾 这个事实是国际法的记录 另外 身份证除了姓名 性别之外 还著名 体重 发色 眼珠眼色 想要深入了解的还可以花钱上课 课程分为初期班跟高期班 结业后就可以当台湾民政府公务员 表明六个月后将会辞证 初期班三天两夜六千块 毕班以后可以再上高级班 三天两夜要一万块 这个上完以后我们有一个结业证书 这张结业证书比那个高考的证书还好用 为什么 因为以后他们就可以在我们台湾民政府里 当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公务人员半年内 我们可以执政 这个组织强调台湾有马关条约 割让给日本后 其实就是属于日本天皇 后来又因美国政府管辖 所以台湾是日俗美战地位 这些说法吸引不少民众加入 似乎都不怀疑 有涉及诈骗等相关问题 警方已展开监控 车牌也六千 六千 身份证一千 唯一规定悬挂车牌 依照我们道路教练官要理处罚条例 最高可以处罚八千块 那至于其他的是不是用这个身份证 然后这个冒称说这个可以通行无阻 这个部分来讲 可能有涉及诈骗的部分 我们可能在深入的查证以后再来处理 这个成立花莲镜的活动 警方查证并没有申请入权及集会游行 另外是否有涉及诈骗或煽动等不当行为 警方也激起收证 记得感谢花莲市采访报导